在上一期中,从稳合度的角度,探讨了柯杰和朴婷环的一同,从稳合度的角度来分析,柯杰的布局有优势,但是稳合度的高低,并不能说明绝对的棋力高低, 而且也是一个全盘性的分析,并不够细致,还需要进一步数据的探讨,二,统计学数据分析,由于目前AI实力远超于人类,考虑人类每首期与AI推荐选点之间的胜率差值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手水平的高低,一般来说,水平越低,每首期相比AI推荐点之间,胜率差值就会越大,将平均胜率差异定义为, 一局其中,对局者每首期与AI推荐首选点之间胜率差值的平均值,并取决对值,同时,计算该系列数值的方差,以反映该棋手本局每首期发挥的稳定性,为了方便理解,举一个简单的例子, 选手A的五首期,与AI推荐点之间胜率的差值为,1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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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,则平均胜率差异为1,方差为0,而选手B的五首期,与AI推荐点之间胜率的差值为,0-0-0-5,则平均胜率差异同样为1,方差则高达5,做方差平均胜率差异的散点图, 为了方便展示,纵横坐标均做对数处理,并以逆序展示,点越靠近右上角,表明其局越平稳,完胜完摆倾向更高,越往左下角表明其局越激烈,错进错出较多,其中蓝色的点为柯杰的对局,红色的点为朴婷环的对局,从点的分布来看,柯杰和朴婷环十分接近,不过,朴婷环位于右上角的点更多, 说明完胜的对局更多一些,而在左下角,柯杰有一个明显的离群仰本,龙心战不敌吃野虎丸的对局,柯杰和朴婷环两项数据,通过直方图能更好的对比,两人方差的峰值,可以说十分的接近, 这说明两名其手在一盘其中,每手其发挥的稳定性程度上比较相似,不过两人仍有一个细微的区别,在低于十的极小方差中,朴婷环有一个明显的峰值,这个细微的差别,还是一定程度体现了两人的差异,朴婷环相比柯杰,完胜的对局多,安乐死的概率也大, 平均胜率差异的分布,柯杰和朴婷环有着明显的不同,柯杰的峰值,要明显低于朴婷环,大约有0.6的差距,也就是说,柯杰每手其比朴婷环少亏0.6个百分点,这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差距,况且,柯杰今年的胜率要明显低于朴婷环,可以看到柯杰在胜败时,平均胜率差异和方差都有明显的差距, 理论上来说,一名骑手胜利和失败时,平均胜率差异,大概会有0.45左右的差距,柯杰的这个差值到了接近1.0,提示柯杰输棋的时候,可能存在有大量的大恶手出现,完全有理由这样说,柯杰每手其的平均质量,要明显高于朴婷环,不过有意思的是,优秀的招法并不能保证柯杰获胜, 反而是每手其不那么优秀的柯婷环,在胜率上有着压倒性的优势,或许,对于人类的维席,减少犯错可能更为重要,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,两人平均胜率差异的分布形态是不同的,柯杰是对数正态分布,而柯婷环则是更接近正态分布, 这或许反映了两人落子心态的不同,柯杰追求的是最佳一手,而柯婷环则是追求的,是自己最能掌控的一手,这是柯杰与柯婷环按照黑白分类,方差的直方图, 从峰值上来说,柯杰的白旗明显较小,柯婷环的黑白与柯杰的黑旗差别不大,从分布的形态来看,柯婷环相比柯杰,两极分化的现象更为严重,尤其是柯婷环之黑的时候,方差在较小时,都有一个明显的峰值,将平均胜率差异也按照黑白进行了对比,柯杰黑白旗的区别并不大,和柯婷环的白旗也比较接近, 柯婷环的黑旗,很难做一个拟合,不过从绝对数量上说,位于三到四之间的样本是最多的,接近一半,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,柯婷环黑旗的水平无法与白旗相提并论,结合以上分析,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, 一柯节在旗上更追求精,柯婷环更追求稳,从旗的内容上来说柯节有优势,二柯节黑旗和白旗的水平有差异,更多是体现在白旗发挥更稳定上,而柯婷环对黑白并不是十分敏感,三柯婷环稳定性更好,完胜的对局多,但是也容易安乐死, 尤其是直黑的时候,安乐死风险更大,原图网盘,PAN,BIDOBOMEOB4MIS68MPOWPIDAK密码,ECOP